嗯 谁拿了我的尾巴 我们没有 没有 这真是什么 这不是你的尾巴 这是我们的魔法尾巴 魔法尾巴 让我见识见识 好 你看好了 魔法变 嘿嘿 艾莎消失了 看他还怎么样尾巴 你们谁拿走了我的尾巴 没有 我们没拿 哪这是什么 这是魔法尾巴 黑暗魔王 你要见识见识吗 好啊 魔法变 这下黑暗魔王也消失了 我看他怎么样尾巴 伙伴们 开饭啦 哎 小雪 你先别进来 戴上眼罩再进来 好吧 给你们吃的 小雪 我们动不了了 你给我们送过来吧 可是 我现在戴着眼罩呢 没关系 第一个是我 你过来吧 好 给你小辈姐姐 这是你的饭 我在第二个 小雪姐姐快来给我送饭 好 给你大宝 小雪姐姐我是第三个 你来吧 给你熊妹 我可以摘下眼罩了吧 不行 为什么 以后我们在玩躲猫猫游戏 我们还没躲起来呢 你不能眨眼罩 好吧 那我离开了 大宝 小辈姐姐 我们拿黑暗家族的尾巴挖 这样真的好吗 哎呀 没关系的 我们只是玩一玩 会还给他们的 那我们把爱莎和黑暗魔王变回来吧 他们没有尾巴就没有魔法 不能自己回来的 别担心 等一会再让他们回来 这个爱莎真实的 我们可没拿她的尾巴 快问我们呀 就是让她躲在太空待会儿吧 嘿嘿嘿 上课了 点名字 小雪 到 大宝 到 小辈 到 熊妹 到 小雪你怎么回事 谁让你替他们喊到的 他们人呢 老师 他们不方便来上学 怎么不方便 小雪你说呀 他们在玩躲猫猫 什么 不可好上学 既然去玩躲猫猫 这是逃课 看我怎么惩罚他们 大宝 熊妹 小辈 糟糕 老师来了怎么办 大宝熊妹我们快藏起来 快 大宝 大宝 你们人呢 哎 怎么有三条尾巴 这是谁的尾巴 宝宝你看 哥哥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你快找哥哥吧 这不是我们的尾巴吗 好啊你眼镜老师 眼来是你拿走了我们的尾巴 不是我不是我 我是来找孩子们的 你要相信我 哎呀我相信你 你说 是不是你把我儿子变消失了 你就欺负我们现在没有魔法是吧 不是 真不是我 哎呀 怎么回事 黑暗老爹 你可放开眼镜老师 不是眼镜老师拿的 哼 我现在就戴上我的尾巴 我现在 可是有魔法了 魔法变 爸爸 谢谢你救我 儿子 是不是眼镜老师干的 不是 是大宝熊妹和小辈 什么 就是大宝熊妹和小辈 就是他们把我们变消失的 走 我们去找他们去 我知道你们躲在这里 你们快出来吧 好啊你们 真的躲在这里 对不起 阴森老师 小雪 我们这次的恶作剧玩过头了 对不起 你们应该给大家说对不起 快去给大家道歉吧 知道了 也能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孩子们起床了 妈妈 我们起不来了 什么 小精灵 你快看 孩子们都在被子里就是不出来 是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妈 你们别着急 让我用魔法看看 精灵之力 我们是 大力警警的 棉被怪 谁都别想 让他们 从被子里出去 好多的棉被怪 原来是你们在道歸 精灵之力 哇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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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间又出来了 出来就好 孩子们 现在天气慢慢变冷了 棉被怪越来越多 你们可千万要注意 不能被棉被怪 封印在被子里 可是 怎么样才能不被棉被怪封印呢 要按时起床 不要赖床 这样棉被怪就不会封印你们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了 奇怪 今天怎么没见熊妹 糟了 妈妈妈妈妈 熊妹快醒醒 熊妹果然也被封印在被子里了 小精灵 快把棉被怪赶跑吧 好 尽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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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熊妹怎么还是没有醒啊 不应该啊 棉被怪已经被我赶跑了 熊妹应该醒过来才对 小精灵 可以再给熊妹检查一下吗 好吧 进入 进入 啊 不好 熊妹被困在自己的梦里了 妈 怎么会追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进入到梦境里 把熊妹唤醒 好 我们愿意 那我现在就把你们传送进去 我 传送魔法 妈妈 你能不能不要走 孩子 妈妈有更重要的事 妈妈必须离开 对不起 妈妈 难道我不重要吗 妈妈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妈妈 熊妹 你还有我们 是谁在救我 熊妹 是我们呀 对啊熊妹 我们也是你的家人 我就是你的姐姐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 行 小妹姐姐 还有大宝哥哥 熊妹 你的妈妈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才必须离开你 等她完成了那些事 肯定就会回来看你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太好了 熊妹醒过来了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添满饭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呀 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会赖床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榴莲小雪 大蒜熊妹 大葱大宝 生姜小贝 到 人已经到齐 现在大家可以出发了 快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吧 真的 大宝熊妹 我们快走吧 小贝姐姐 还有我呢 你又不是蔬菜 我们才不要跟你一块呢 为什么呀 小朋友们 你们说榴莲是蔬菜吗 你们知道的话 就快告诉我吧 我来了 原来是生姜小贝 给你王国门票 快进去吧 太好了 我进 原来这里就是蔬菜王国 小贝姐姐进去了 我也要进去 我进 我怎么进不去 我再进 榴莲小雪 怎么是你 你不能进入美书王国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蔬菜 所以你不能进入蔬菜王国 这个怎么办啊 蔬菜哥 我们又来了 原来是大蒜熊妹 和大葱大宝 这是你们的王国门票 快进去吧 大口了 大葱大宝 我们快进去吧 为什么小贝姐姐 熊妹大宝都进去了 我也想去蔬菜王国 那这样好了 榴莲小雪 你说出一个 和他们相同的地方 我就让你进去 真的吗 太好了 相同的地方 好难啊 我想想 我知道了 相同的地方 使我们味道都很大 回答证据 给你王国门票 太好了 谢谢你 我进 站住 你们还不能进入蔬菜王国 为什么 你们要顺利通过我这关 才可以进入蔬菜王国 那好吧 小雪熊妹大宝小贝 你们要消灭掉这些卡牌 才可以通关 这些都是什么 对呀 咱们看起来好不相关啊 这样我们怎么想呀 大宝熊妹 这些卡牌一定是有关联的 不错 人脸小雪说的对 这些卡牌之间都是有关联的 至于什么关联 就要你们自己去发现了 我知道了 棉花糖和蛋糕都是甜的 棉花糖应该和蛋糕连在一起 生姜小贝 回答正确 可以进入蔬菜王国 耶 太高了 小贝姐姐好厉害呀 一下子就想煮掉了 这有什么 看我蛋糕的厉害 柠檬和醋都是酸的 柠檬可以和醋连在一起 大葱蛋糕回答正确 可以进入 还是我蛋糕聪明 现在就剩下四个了 六年小雪 大蒜熊妹 你们需要同时回答出答案 才能进入蔬菜王国 哇 好难啊 辣椒 苦瓜 巧克力 火锅 这几个食物 有什么关系呢 小雪小妹 你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后 蔬菜王国的大门就会关闭 哇 这个怎么办 我知道了 辣椒和火锅应该连在一起 因为它们都是辣的 回答正确 大好了 现在就剩下苦瓜和巧克力了 只要把苦瓜和巧克力 连在一起就好了 小妹 你得回答出 他们两个 为什么连在一起 才算成功 这 说我也不知道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苦瓜和巧克力 有什么关联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拜托大家了 中中中中 看见正正 成正正 小贝怎么和贝克一起消失了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去问问盈静老师吧 盈静老师 小米小贝和大坝都消失了 我也要消失了 为什么 我们要离开童话王国 盈静老师 带上我 冲冲冲 为什么盈静老师消失了 我还在这里 我被大家丢下了吗 不是的小雪 大家是去对对碰世界玩了 他们还会回来的 对对碰世界是哪里 我也没有去过 想去对对碰世界 要先找到有自己名字的东西 我明白了 吉强 盈静老师找到盈静 小贝找到贝壳 有我名字的东西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知道吗 我也想去对对碰世界 我们一起找吧 没问题 我们也来找 小雪姐姐快帮我想想 什么东西里面有我的名字 我知道 是巧克力 不对不对 我们已经试过了 巧克力的壳 不是黑暗可可的壳 好吧 那还有什么东西 我好像听过 一种饮料里有壳壳的名字 这种饮料还会蒙厚 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这种饮料 是可乐 太好了 我终于能去对对碰世界了 找找找 至少我们三个 我们的名字也太难找了 黑暗魔王 我已经知道 有你名字的东西是什么了 什么东西 快告诉我吧 是黑板 黑板的黑 也是黑暗魔王的黑啊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我现在就去教室找黑板 小雪 谢谢你 小雪 我也想到有你名字的东西了 就在冰箱里 冰箱里有什么 我知道了 是雪糕 你有几个对碰世界吧 可是 有你名字的东西还没找到 我的人子太难找了 我已经忘记去对对碰世界了 我们再想想 一定能找到的 啊 我想到了 我怎么来到对对碰世界了 因为有你名字的就是我啊 我们的名字里都有小 原来是这样 只要我们两个对对碰就行了 你小心小精灵 快跑 黑暗魔王 发生什么了 啊 啊 黑暗魔王怎么变成黑板了 啊 小雪 你变成我的样子了 对对碰世界 有问题 没错 不过 你们发现的太晚了 艾莎 原来是你干的 小精灵 没想到 你居然会和小雪一起进来 不过 来对对碰世界的人 能量都被我吸收了 现在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精灵之力 糟糕 我忘了 现在是两个小精灵 快把大家变回去 只要你们能分出 哪个熊大是熊妹变的 我就把大家变回去 我是熊妹 小精灵 你们一定要选对啊 啊 我分不出来 小朋友们知道 哪个熊大是熊妹变的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给蛋糕里放橙汁 我给蛋糕里放螺蛇粉 啊 蛋糕里怎么还有螺蛇粉 好臭啊 这是什么会要料理啊 我给蛋糕里放巧克力 蛋糕制作完成 熊妹可以转过来了 哇塞 是什么美味的蛋糕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尝尝了 嘿嘿 熊妹高兴的也太早了 等着看好戏咯 喵 喵 喵 这是什么 怎么会这么臭 当然是因为我大饱 往里边加了螺蛇粉 什么 大饱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不习惯你了 下一个 转到小辈吃蛋糕 怎么这么快就到我了 嘿嘿 小飞 你准备搞了吗 大饱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放这么臭的东西 你就完蛋了 放心吧小飞 我保证不会的 我给蛋糕里放柠檬汁 大饱 你放的柠檬汁颜色怎么怪怪的 哎呀 可能是柠檬汁放多了颜色就变了 好吧 原来是这样 哈哈 我才不告诉你们 其实我放的不是柠檬汁 我放的是老陈醋 等一下就好玩了 嘿嘿 既然大饱说放了柠檬 那我就给蛋糕里放糖果好了 这下就不会那么酸了 我放 哈哈哈 我放的是老陈醋 就算小雪放再多糖果也没有 我可真聪明 那我给蛋糕里放奶油 嗯 蛋糕制作完成 小辈 你可以转身了 嘶嘶 怎么闻起来 有点酸酸的 哼 小朋友们 你们都不许放手一一告诉小辈 其实我放了老陈醋 喵喵喵 哎 真好吃 甜甜的 什么 不可能 我明明加了那么多的醋 哼 我就知道 大宝肯定是没安好戏 我也要让他尝尝 是什么味道 大宝 真的很甜 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尝一口 尝就尝 喵喵喵 呃 别别别 你让我抓呀 呃 算死我了 呵呵 啊 怎么会这样 小辈姐姐 你怎么没感觉酸呢 当然是小朋友们告诉我了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把他吐掉了 小辈 你 哼 现在轮到大宝吃蛋糕了 呃 呵呵 完了 怎么轮到我了 之前 我一直给大家的蛋糕里放一些奇怪的东西 现在大家可能也会给我放的吧 大宝 转个身去吧 呵呵 那好吧 大宝真是太过分了 这次我要给大宝放苦瓜汁 大宝之前给我放那么多的醋 这次我要还回来 我要给蛋糕里放十个牛蒙 终于轮到我了 大宝竟然给我蛋糕里放螺旋粉 这次我也要给他的蛋糕里放世界上最重的东西 有了 我放十个飞鱼罐头 大宝 你可以吃蛋糕了 这是什么 怎么这么臭啊 还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我能不能不吃啊 不可以 大宝 你快吃吧 就收下你了 呃 不是 这不公平啊 怎么不公平了 明明小雪也还没有吃蛋糕呢 啊 我要和小雪一块吃 他不吃 我也不吃 我不要 大宝明明就是轮到你了 我才不管呢 那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应该是谁吃呢 觉得应该是大宝吃的话 就发送666 觉得应该是我吃的话 就发送888告诉我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都不许发送666